深深一鞠躬向所有受害者道歉 民进党性骚扰风波 从31号晚间已经联报7案 从第一起前党工控诉 遭党部合作导演性骚起 包括党部组织部副主任 前青年部主任都遭指控性骚扰 民进党发言人谢佩芬 也站出来说是性骚受害者 如今更多性骚事件被挖出 早在5月就有前党工在脸书发文指控 遭装脚拿信封戳胸部 当下何主任去报警 却被当时一名女性议员 现在已经是立委的人禁止 巧合的是立委吴思瑶在脸书底下留言 支持严正调查勿往勿纵 最遭被害人回呛你没资格这样说 而来因市议员张思刚也火力全开跑轰 当时的一些情况 吴思瑶讲清楚还原事实的真相 那请问适当的协助是什么 我觉得这一些都是他在脸书里面 说不清楚讲不明白的地方 面对吃案指控 吴思瑶言辞否认 强调没有阻挠报案 表示当时建议受害者 依循政府性骚调查机制 让加害者获得惩治 不过坦言对协助被害者做得不够 为此深深感到抱歉 两位有没有曾经被性骚扰的经验 被问到这题立刻撇头 黄静怡过去在市府任职遭性骚扰 却遭脸书粉砖及网友讽刺吞忍求上位 被台风尾扫到黄静怡不忍了 发文痛批 三年前案子就已经进入性骚扰 防治委员会调查 直问为什么到现在错的人还会是我 文莫也强调期待台湾社会 有真正追上性别平等的那一天 本来第一开始就检讨被害者这件事情 应该是大家要去思考的 华新闻张震蒋红七台北报道